世界上最小的熊能站立打招呼 裤子上有褶皱被怀疑是人假扮的 近日杭州一家动物园一头熊火了起来 你瞧瞧它 像人类一样娴熟地用后脚站立 众目睽睽之下向人们挥手致意 像领导视察一样和观众互动 还有人发现 这头熊裤子上面的褶皱都露出来了 因此这头熊在爆火的同时 也遭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有人认为这头熊是由工作人员假扮的 一些吃瓜群众甚至起婚要退钱 动物园方面也是哭笑不得 于是出面澄清 熊是真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穿一个厚厚的皮套 在40度的天气下和游客互动 还有 熊科动物都有站立能力 尤其是野外的熊 它们打架的时候经常站立起来 实际上 网友真的冤枉这只打工熊了 它是一只货真价实的马来熊 马来熊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 西藏 以及印度 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一些地区 马来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熊 其体长在1米到1.4米之间 体重在25到65千克 肩部有两个左右对称的毛旋 它们站立起来 和一位成年人差不多高 马来熊的毛发 是一种乌黑色的短绒毛 看起来非常有光泽 马来熊坐着的时候 皮肤是绷紧的 站起来的时候 皮肤是松弛的 因此会出现褶皱 马来熊拥有小小的眼睛和耳朵 体态伶俐 身体矫健 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 马来熊是一种喜欢独居的动物 如果没有人类干预 它们一般是白甜蜜食 马来熊的食性比较杂 它们的食物包括蜂蜜 白蚁 鸟卵 小型鼠类 以及一些植物果实 它们可以十分敏捷地 爬到树上 寻找果实和昆虫巢穴 马来熊是一种典型的林奇动物 主要分布在 海拔0到1350米的地带 马来熊的平均面积 大概是15平方千米 由于森林受到砍伐 人类活动加剧 马来熊的家园大量丧失 现在马来熊已经成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并为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异味动物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